然后我的日本同学多半都有在打工 然后我之前拍那个影片 那个模特那真的是特例中的特例 他真的太厉害了 我今天想来讲一下 日本校园跟台湾校园的不同之处 他们穿衣服之所以看起来比较得体 是因为衬衫多半都会砸紧下衣理 就是瞎子印 日本的制服美观是美观 但是价格特别贵 日币五万多左右 包括运动服那些 然后我也有去问 这期同样在日本留学台湾高中生 价格是五到十万 就是非常贵 白衬衫不用秀学号 运动服要秀名字的姓氏 然后通常是穿楼花上学 那种只露绝对淋浴的长袜 也就是西上华 也没有那么多人穿 基本上没看过 他们有些人会把袜子弄得就是松松垮垮 就一种期待遅れ的看起 然后我们台湾的学生不是很喜欢 把制服不改载吗 然后这边的不会 他们不会改载 他们会男生如果想要就是 fashion一点可能会卷起来 然后露出脚踝 然后女生都会把裙子改一段 是真的改一段 不是卷的那种 就你们看过那些日本动画 什么真的不浮夸 特别短 这也是我来这边 就是最压抑的一件事情 现在天气很冷 现在是冬天嘛 我什么看时间 他们即便上衣 就穿得非常厚 就是棉袄啊什么的 下衣依旧短裙 下学的时候都是如此 到室内会在腿上围毛毯 就是膝掛 学校有指定的室内鞋 体育馆也有指定的体育鞋 台湾学校是当天如果有体育课 就可以穿着运动服上学对不对 日本是永远都要穿制服 就是因为门口有时候会有领件 这样子 就连领带都不能少 在体育课前换运动服 老师的穿着大部分都是穿西装 就是西装笔挺的老师 特别像那个在路上看到的萨拉利一帮一样 特别正式特别得体 然后日本步行的人很多 应该说都是坐电车 嗯 日本16岁就能靠摩托车驾照 不过呃 好像不能双载 因驾照种类而已 有些驾照是要在拿到的第二年才能开始双载 然后我的日本同学多半都有在打工 然后我之前拍那个影片那个模特那真是特例中的特例 他真的太厉害了 日本打工时薪大概就是做那种雷吉的 大概是一千日币一千左右 学校没有饮水机 因为日本官方说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所以也没有热水可以喝 但是我看他们还是买瓶装水居多啦 日本的贩卖机特别多 但是卖的都蛮贵的 就是瓶装水矿泉水 五六百毫升的那种要 要价大概要价是九十到一百二十日币 午餐都是带便当去学校吃 他们对于吃冷饭是稀疑为常的 日本的校园没有小老师制度 就是没有小老师制度 呃 老师无论是发考卷或者不知功课 拿自己的教材 一定都是自己来 所以这也彰显了日本人的一种固有观念 就是尽可能不给他人带麻烦 特别有礼貌 就是开玩笑之后还会道个歉啊什么 就是不会伤害到别人的种 然后再来讲一下学业的部分 日本人英文不会说不好 如果是考试的话 就是我觉得他们考试也蛮长的 但是发音确实 发音比较日识 有时候连老师都这样 他们没有学过KK音标 其实我等下拍那个他们的 英文参考书给你们看 单字旁边会有偏假名的读音 有KK音标 但是他们多半都不会看 因为没有正式的系统学过 然后再来是各个科目 我们不是有国文跟文教吗 他们是分成 有些有分有些没有分 有分的是现代文跟古典 现代文是指明治时期以后的文章 包括明治时期 所以 借穿龙之介也是现代文里面的 所以就上到一些 夏米搜索期啊 还有明治时期的诗 古典会包括汉文 汉文就完全跟我们的课本一样 就是有什么桃花元祭啊 还有什么杜甫的诗啊 都有 只不过念法比较复杂 他们不是在学中文啊 不必了解要怎么读 顺便教一下日文 日文有分 音语跟君语 音语是比较接近中文读法的 比如说 对 然后就是有些不规则变化 日本有汉字简定 五级到一级 然后 我现在的课本是 二级的汉字简定 所以现代文的课 都会考一些 就是五十英跟汉字的互换 他们好像对 自能够写得端正的人 抱有些许的崇拜感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个科目叫政治经济 就等同于我们的公民 但是要被日本宪法 一天六节课 所以下午两节课而已 三点半到四点课程结束 课程结束之后 多半都是社团时间 日本校园除了重视学业以外 社团活动 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